如果在家同学 你首先影响的是你一家 你一家忍得多 从哪里做起 你必须要知道 佛法是私道 私道一定是建立在校道的基础上 敬业三福 是学佛 不管你学哪个宗派哪个法门 它是最高的指导原则 决定不能说佛 三福 头一条 头一句 校养父母 讽司司长 你做到了没 人生在这个世界 最大的恩人 养育你的 教导你的 就这两个父母老师 父母老师不知道孝敬 叫被私叛道 大不孝 大不敬 那什么样的果报 自己想想就可以知道了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我们一定要刻进校道 从哪里学起 学佛 要从弟子归学起 佛法的根 是十三业道 十三业道 是建立在校道的基础上 所以 如根道是佛的根 没有如 没有道 佛的根就没有了 你学佛就不能成就了 你要知道 中国传统文化 如是道是一家 决定不能分离 形式上 又如是道 实际上 没有 你看看 中国自古以来 看看高僧传 君寺传 哪一个学佛的人 没有读四十五经 读书啊 基础 哪一个学佛的人 不念感应篇 不念老庄 通通学吧 道长也学佛 啊 儒家的这些身形 他也学佛 啊 所以 过去 如是道 三个根都查了 像顶啊 三足顶立了 根深蒂固 所以 无论是学佛 学道 学佛 都有成就 那 学如 成圣 成仙 啊 学道 成神 成仙 神仙 啊 学佛 成佛 成菩萨 通通 有成就啊 啊 所以很多同学问我 从哪里学起 从地之规学起 地之规没有学到 人都做不好 怎么能做佛呢 哪有这个道理 啊 不但要学地之规 近代 英光大师教育 要把英国教育 摆在地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